奥迪计划停止新的燃油发动机开发项目 这家德国豪华汽车制造商的首席执行官马库斯 杜斯曼在接手德国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表示 我们不会再开发新的燃油发动机 但会设法令现有的燃油发动机符合新的排放规定 杜斯曼说 欧七标准在技术上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同时对环境的益处并不大 这位首席执行官补充道 杜斯曼认为 欧盟新规对采用内燃机技术的发动机受到了极端限制 杜斯曼未透露 奥迪将于何时停售搭载燃油发动机的车型 但他指出 目前不少区域市场上 能源供应及充电设施的发展程度依然偏低 有分析指出 奥迪的这一决定是为了配合母公司大众汽车的电气化决定 此前大众汽车推出了未来十年的电气化规划 其中包括在欧洲建设六个电池工厂 回收原材料及建设充电桩等计划 2021年底 欧盟将实行欧期排放标准 业内人士指出 在这个标准下内燃汽车的时代将会结束 目前已有包括大众 福特等多家汽车制造商表示将转型电动车领域 奥迪公司首席执行官马库斯杜斯曼近日在采访中表示 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欧盟推行的更严格的环保要求和碳排放税等限制 对于现有使用汽油和柴油发动机的车型 未来将会逐渐转换为电动车型 据悉 奥迪公司将在五年内推出20款电动车型 数据显示 奥迪电动系列的运动型多用途汽车 去年上半年全球销售数据约为18000辆 且主要市场在欧洲 跨国车企分推全面电动化 中心经纬注意到 近日 大众 宝马 mini 通用 沃尔沃等品牌已经宣布将加速全面电动化的步伐 并设置时间表 例如 奥迪姆公司大众汽车集团 在首届Power Day上披露其未来十年的电池与充电技术路线图 加速电动化进程 并提出目标称 2021年电动汽车的全球交付量实现增长一倍以上 达到100万辆 最迟在2025年成为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的领导者 到2030年 纯电动汽车在欧洲市场的销量将上升至总销量的60% 3月17日 宝马集团董事长吉普策在财报年会上表示 2025年 Mini品牌将发布最后一款内燃机车型 到2030年 Mini品牌将实现全面电动化 停售燃油车 通用则宣布 计划到2035年 停止在全球销售传统燃油车 并努力实现到2040年实现碳中和的目标 3月2日 沃尔沃汽车宣布 将逐步淘汰包括混合动力汽车在内的所有内燃机汽车产品 到2030年实现仅出售纯电动汽车的目标 且所有车型将全部在线上销售 除了德 美系 日系品牌中 日产汽车也在1月宣布 该公司全球主要市场的所有新车产品都将在21世纪30年代初完成电动化 英国豪车品牌捷豹路虎也在春节期间宣布 在未来10年之内 捷豹和路虎品牌的所有车型系列都将提供纯电动产品 中国情况如何 我们是否将告别燃油车 中国的情况又如何 早在2020年10月提出 至2035年 新能源汽车将逐渐成为主流产品 汽车产业基本实现电动化转型 值得注意的是 参与制定路线图的专家之一 国家新能源汽车创新工程项目专家组组长王炳刚 在论坛上公开表示 该技术路线的重要主张之一就是 不建议制定禁售燃油车时间表 专家组不建议把传统汽车撇掉 也不建议制定进燃时间表 不主张在中国提进燃的口号 他表示 作为能源消耗大国 中国的交通能源仅靠电是不安全的 此外 中国地域广阔 地理 气候 道路 使用环境很复杂 需要多元化的汽车技术和多元化的能源结构 事实上 中国品牌车企 无疑不再加速推进电动化的转型 吉利汽车2月就曾发布两个蓝色吉利行动计划 一为主攻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90%是新能源混合动力汽车 10%左右是传统节能小排量汽车 二为主攻纯电动智能汽车 吉利将组建全新的纯电动汽车公司 那么我们重新讲回奥迪 奥迪将在未来数年内继续销售燃油车型 但不会再开发新一代汽柴油发动机 奥迪的决定令其走上了与竞争对手 奔驰相似的路径 负责奔驰品牌开发工作的戴姆勒董事会成员马库斯 舍费尔表示奔驰也不再开发燃油发动机 这意味着接下来的大量投资将真正进入电动出行领域 舍费尔说 奥迪也将采取类似的行动 该制造商计划于未来五年内推出20款纯电动车型 基于母公司大众汽车集团的MAP平台 奥迪希望通过Q4 e-tron车型招来新的消费群体 此前奥迪品牌已推出了尺寸较大的SUV车型奥迪e-tron 以及与保时捷Taken同源的e-tron GT车型 奥迪表示 Q4 e-tron将是奥迪品牌旗下一款许多人都负担得起的入门级纯电动车 杜斯曼相信该车型将取得不俗的销量 奥迪Q4 e-tron将在大众汽车集团位于德国茨维考的工厂得到生产 在大众汽车集团周一举办的Power Day活动上 杜斯曼透露 一款电动轿车将作为阿尔推弥斯计划的一部分 于2024年年底进入市场 他同时暗示 该车型将成为大众汽车集团旗下首款采用新型电池技术的产品 该技术降临电芯制作工艺的复杂性及制造成本大幅降低 杜斯曼并没有就新车是否会亮相 今年秋天举办的法兰克福车展作答 今年这一国际级车展将首次遗失慕尼黑 但杜斯曼的犹豫与车辆的开发进度无关 他表示 目前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仍难以预测 坦率说 奥迪的信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 他说 随着各国政府不断推进更具可持续性的或纯电动出行方式 同时针对采用燃油发动机及化石燃料的法规日益严格 汽车世界正在发生巨大的改变 目前 特斯拉被认为是纯电动汽车领域的引领者 但在未来十年内 随着其他主流汽车制造商将全部制造能力转向这类21世纪出行技术 特斯拉作为行业领导者的地位无疑将受到巨大挑战 根据奥迪的做法可以发现 汽油与采油发动机已经慢慢地要淘汰 以后将会是电动节能汽车的天下 对于这种理解小编也不知道对不对 所以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一起讨论讨论 我是一坤 关注我 看看商业那些事